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影片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位曾经失败了1009次的人的故事 虽然这个人一生中经历了1009次的失败 但他却说只要一直成功就够了 这个人5岁时,他的父亲突然病逝 没有留下任何财产 母亲外出做工 年幼的他在家照顾弟妹并学会自己做饭 12岁时,母亲改嫁 巨妇对他十分严厉 常在母亲外出时痛打他 14岁时,他辍学离校 开始了流浪生活 16岁时,他慌报年龄 参加了远政军 英航行途中,晕船利害 被提前遣送回乡 17岁时,他开了一个铁义铺 生意还未完全做开 就不得不宣告倒闭 18岁时,他娶了个妻子 但只过了几个月 妻子就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 而讨回娘家去了 20岁时,他当电工,开轮渡 后来又当铁路工人 没有一样工作是顺利的 30岁时,他在保险公司 从事推销工作 后来,因为奖金问题 与老板闹翻而辞职 31岁时,他自学法律 并在朋友的鼓动下干起了律师行当 一次审案时,竟在法庭上 与当事人大打出手 32岁时,他失业了 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35岁时,悟兴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当他开车路过一座大桥时 大桥钢绳断裂 他连人带车跌到河中 身受重伤 无法再干轮胎推销员工作 40岁时,他在一个镇上开了一家加油站 因挂广告牌 把竞争对手打伤 迎来一场纠分 47岁时,他与第二任妻子离婚 三个孩子深受打击 61岁时,他竞选参议员 但最后落败 这个几乎被失败判了死刑的人 又缓过了几十年无人知 也无人预知的岁月之后 退休之年 有一天,他收到了105美元的社会福利金 他用这点福利金 最后开了一家想以此为生的快餐店 肯德基家乡基 他就是肯德基的创始人 哈伦德·三德士 当他拿到生平第一张救济金支票时 金额只有105美金 内心真的很凄凉 但是他没有就此自怜上智 他想到是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 他问自己 到底我对人们可以贡献什么 我有什么可以回馈的 他开始施量自己的所有 试图找出他可以做的 三德士仔细审视过自己之后 发现他拥有一套应该是人人都爱的炸鸡秘方 不知道餐馆要不要 他本来要把秘方给卖了 但想一想 卖掉的价钱够付得起房租吗 不如教餐馆如何把炸鸡炸得好的技术 如果客人点名要他的炸鸡 生意越做越好的话 也许他可以跟餐馆老板谈谈抽成也不一定 三德士就此展开行动 把他的想法告诉每一位餐厅老板 人们的反应却是残酷的 很多人都当面嘲笑他 得了吧老家伙 若是有这么好的秘方 你干嘛还穿着这么可笑的白色服装呢 三德士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在他得到第一声好之前 整整被拒绝了一千零九次之多 有两年的时间 就是独自驾着他那辆又旧又破的老爷车 走在美国大街的某个角落上 困了就睡在汽车后坐 醒来便逢人述说他那些点子 他所示范的炸鸡 经常就是自己果腹的餐点 各位兄弟姐妹 三德士上校的成功 我想您一定在乎那个一千零九次的失败 以及长达两年的坚持与不放弃 而我却认为是那个愿意贡献回归的源头 使得三德士爷爷打造了成功的人生 一个热情付出与真诚给予的生命 除了能够彰显与肯定自我生命的存在价值外 更是迈向成功的必要元素 刘班48岁起义 54岁称帝 将子押83岁驻周温王 最后建立了周朝 三德士上校65岁才开始创业 不怕慢 只怕战 更怕向后转 只要愿意开始 永远都不嫌晚 决定成功的条件并不是年纪 若愿意开始 年纪不过只是一个数字 历史上 不乏年过半百成功创业的案例 人生不在于你失败过几次 重点在于 失败后是否还有勇气站起来再尝试一次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希望透过肯德基爷爷的奋斗史 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启示 如果您对这一集的影片有什么看法 或您想观看什么内容的影片 欢迎留言告诉我 希望我的影片对您有所帮助 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和分享 如果您不想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 请记得点击subscribe旁边的小铃铛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